父皇 区区昆泽 怎能随意派往边关 还请父皇三思 是啊 区区昆泽不在后院安于异于 却想着去边关抛头露面 简直荒唐 似是有预料般 魏英不假思所道 启禀陛下 魏英自幼便与江城立有婚约 两家约定 若是一人为前缘 一人为昆泽 便结勤尽之好 请求陛下 看在魏英线上战弩的份上 替魏英赐婚 一旦赐婚 魏英便能以随行家眷的身份 与江城共赴良官 魏英 一介功必妄想赐婚护国公 你这是痴人说梦 蓝忘机说得咬牙切齿 若非还在宫宴之上 他恨不得立即将魏英锁起来 此生不得离开他半步 最终 宫宴之上 皇帝没有替魏英和江城赐婚 却也没有完全拒绝 一句稍后在意令魏英 不得不重新回到了东宫 走至东宫门前 魏英抬眼仔仔细细瞻仰 这座巍峨壮丽的殿宇 这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所在 这里也曾承载过魏英毕生的夙愿 还记得一年前陪伴蓝忘机 入主东宫的那一日 魏英以为魏家终于迎来了 陈渊昭雪的希望 其料 蓝忘机竟与顾家越走越近 甚至要迎娶顾家嫡女顾锦 为了阻止蓝忘机 魏英不惜在蓝忘机面前自曝身份 此举无疑是危险的 魏英 一个罪奴出身的功臂 若非蓝忘机被皇帝放逐冷宫 又怎有机会与之相识 多年来 蓝忘机从未想过追查魏英 究竟何许人也 想来也是 若非孤苦无依 又何至于被派到冷宫这种凄冷之地 无疑 多年的相依为命 抱团取暖 令蓝忘机对魏英深信不疑 但以蓝忘机多疑的性子 从清楚魏英的身份开始 便会怀疑魏英多年来不离不弃的目的 尽管会失去蓝忘机的信任 魏英还是这么做了 魏英心中笃定蓝忘机会为了他彻查魏家叛国一事 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蓝忘机为之一词仍旧和顾家达成了默契 顾家是蓝忘机的朝堂助力 而蓝忘机则是顾家的登天梯 只要与皇室联姻 顾氏一族便能更进一步 当蓝忘机要与顾家联姻的消息传来时 魏英的心似乎失去了疼痛的能力 终于 魏英的耐心消磨殆尽 顾家呀 为何偏偏是顾家 也对 顾丞相的嫡女 自是商国贵女中头一份的存在 清冷顾傲如蓝忘机 从泥沼中艰难爬行 终于身在云端 自然是如顾锦般的世家贵女才能与之匹配 魏英曾经想过的 他想问一句蓝忘机 为何明知顾家与魏英不共戴天 却偏偏选中与顾家联姻 可是很快 魏英想通了 曾经的相依为命 同甘共苦 早已是过往云烟 区区魏英和整个顾氏一族该如何取舍 蓝忘机早有定论 道不同不相为谋 终究 魏英会走上一条与蓝忘机截然相反的路 蓝忘机要利用顾家稳固东宫之位 魏英却会竭尽一生令顾家万劫不复 踏入东宫一道又一道的门 此路的尽头蓝忘机一定在等着魏英 将要面对的会是狂风暴雨 可魏英无惧也无悔 凭着宫宴上的一名惊人 蓝忘机不敢伤他性命 这也是魏英为何拒绝跟江城回府 却执意回到东宫的缘由 毕竟仍是公毙 且不说随江城回府名不正言不顺 更会激怒蓝忘机 总归是性命无碍 受些罪又有何妨 难道从小到大 他魏英受过的罪还少吗 蓝忘机看着一步一步走近的魏英 薄唇仅具 看似面色如常的他 内心正波涛汹涌 蓝忘机隐忍着 他的确拼了命地隐忍着 可是再多的隐忍压抑 仍旧盖不住他的滔天怒火 天知道公宴之上 他费了多大的力气 才能控制住自己没有 直接将这个无心之人强行代理 蓝忘机自问 小看了魏英 战努仪是蓝忘机早已知晓 也很清楚 魏英会借由此事向顾家发难 魏英心中有恨 总得有个出口发泄出来 十三年前的往事 岁月不知掩盖了多少真相 顾思中是朝之重臣 岂是魏英三言两语 便能轻易定罪的 碰一碰钉子 魏英当会知晓 若想替魏家翻案 只有乖乖地留在蓝忘机身边 蓝忘机会帮他的 但不能是现在 早与晚的区别 不值得蓝忘机冒着天大的风险 只是蓝忘机没想到 魏英竟想亲赴良官 寻找当年的真相 妄想以江城之妻的身份离开吗 魏英这时向天借了胆子 怎么 终于肯回来了 不是打算随江城回护国公府吗 提起江城 蓝忘机咬牙切齿 恨不能生吞其肉 蓝忘机竟然还有过 想要重用江城的心思 若一早知道 江城对魏英有寄予之心 蓝忘机就该一早将护国公府连根拔起 殿下 此事是魏英一手谋划 与江城和护国公府无关 还请殿下明见 魏英向来恩怨分明 此种情境下 江城倾囊相助 甚至不惜压上整个护国公府 魏英感激涕零 又怎能眼睁睁看着江城被蓝忘机嫉恨 甚至公报私仇 为护国公府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很明显 魏英对江城的维护 无意与火上浇游 好好好 好你个魏英 蓝忘机本有一堆话要质问 更有一堆话要对魏英坦诚 可惜不带蓝忘机说出口 魏英已然将蓝忘机推向了暴怒的边缘 枉费孤待你一片真心 你竟是这样回报的 说到底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孤 蓝忘机本以为他与魏英之间 无需多言 早有默契 却没想到魏英早在心中筑起了高墙 而他蓝忘机竟连这座高墙都无缘窥探 原来 他以为的两情相悦 不过是自以为是 魏英从来没有将他真正地放在心里 殿下 魏英早已回报过殿下 魏英七岁与殿下相识 九岁那娘怡嫔娘娘 妄图谋害殿下 是魏英替殿下吸出毒血 这才让殿下看过了整晚 直到太医院 终于派来了太医 蓝忘机当然记得 也是那时起 蓝忘机发誓 此生要护卫英周全 十一岁那年 五皇子匡骗殿下令您跌入了冰河 也是卫英不畏严寒 跳入河水中将您推上了岸 蓝忘机自然也记得 卫英将蓝忘机推上岸 自己却身陷其中 那时的蓝忘机也是强弩之位 无力拉起卫英 他找来藤枝 命令卫英死也不能放手 卫英被泡在冰水中 整整一箱的时间 直到蓝忘机终于带了人来 也是那一次 太医断言 卫英伤了身子 再没有分化为前缘的可能 蓝忘机至今记得 卫英绝望的眼神 他虽心疼 却更有庆幸 因为已经分化的 他一直期盼着 卫英不要是前缘 哪怕是中庸也好啊 卫英的话仍在继续着 殿下 卫英十五岁那年 也是您从冷宫出来的第一年 殿下为了自保 投靠三皇子阵营 几番遇刺 皆是卫英拼死相护 蓝忘机当然记得 那时刚出冷宫 蓝忘机几乎没有可用之人 卫英便是他的刀他的剑 更是他唯一可信赖之人 殿下 卫英十七岁那年 卫就殿下性命 不惜以身相护 连太医都说 若见在偏上几分 只怕命丧当场 蓝忘机记得的 那时三皇子欲逼宫夺位 蓝忘机瞅准时机 判出三皇子阵营带兵护驾 三皇子被逼入穷乡可畏 是拼死一搏 那是一场极为凶险的恶战 卫英畏救蓝忘机身受重伤 却偏偏遇上了分化 是昆泽 蓝忘机期盼已久的昆泽 可惜时间太赶巧了 分化昆泽本就是虚弱之时 卫英身上又有致命的剑伤 多少次卫英 徘徊在生死边缘 幸而上天垂帘 卫英总算闯过了鬼门关 可是 什么时候开始 卫英竟与他离了心呢 是一年前入主东宫的蓝忘机 执意与顾家结盟的时候吧 从那时起 为他出生入死 无怨无悔的卫英 换了一副模样 殿下 多年相依相伴 卫英没有功劳 总也有苦劳吧 卫英不求殿下 可以为了我舍了顾家助力 只求殿下成全 放我前往梁关 查清我父亲的冤屈 父亲他荣满一生 为国为民 不该到死 都背负着通敌叛国的骂名 卫英生生气血 将蓝忘机胸中的怒火 一点又一点地浇灭 是啊 他怎么忘了呢